黑棋后命 随时可以重振 别别别 这可是禁卫 天子之师 不用担心 黑棋才是天下第一强军 绝不会输 继影子之后 检察院又出现一个没有露脸的神秘人物 他就是黑棋副统领 金戈 剧版中的金戈与原著中有很大差别 原著中的金戈冷面银枪 沙发之气极盛 但银色面具下 却是傅南德一剑的绝世美颜 只因当年年轻气盛 枪挑了书秘院正是秦夜的长子 被判急刑 姓得陈平平暗中失救 才隐姓埋名加入黑棋 成长为了黑棋的副统领 他的原名不祥 只说自己姓京 没有名字 因仰慕范贤天人之才 请求赐名 范贤根据其金戈铁马的战斗风资 为其取名金戈 此之物 实际上 作者猫腻是根据明示 金戈的谐音为命名的 因为金戈有刺秦的典故 而金戈也先后赐死了秦家的两位继承人 堪称秦家的绝坟人 金戈与范贤相识不久后 便成为了他的头号保镖 苍山之行 他在暗处护卫 范贤真气溃散 他始终守护在旁 范贤下江南收内裤 他冲锋陷阵 破除一切阻力 大东山不防护驾的是他 京都城内 齐席秦家军的也是他 哪怕范贤选择了对抗庆帝 他和麾下的四千黑旗 也依旧是抵御庆国大军的一道坚实屏障 是范贤手中最可靠的军事后盾 他与范贤之间 不仅有着共同的敌人秦家 也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 对抗世间的布公 有着倾如兄弟般的友谊 和深深的信任 他对范贤的效忠 不仅成字老恩人陈平平 也因为范贤是他的兄弟 他的朋友 他的信仰 范贤斯 你活得真好 风干